马英九总统周一接见贝里斯外交部长爱玲顿抗议时透露 贝里斯将成为第131个给予中华民国免签证的国家 也期盼双方持续相关的合作与交流计划 中央气象局观测冷空气南下 淡水周一下午气温降到摄氏14.2度 使今年入冬以来平地心低温 气象局说北部低温会持续到周一深夜或周二清晨 立法院设还委员会周一出审通过国民年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明定公告例价调整不会影响领老年基金保证年金资格 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副主任洪东贵表示 102年学测整体报名人数 大约比101年减少了4526人 推估应该是受到烧子化的影响 今天晚上野台电视正与报道